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子弹的价格还是高高在上 法场确实越来越兴旺 也许大家都已经预感到了美国未来局势的动乱 至少也是要非常紧张 当然枪手也以此为借口 昨时打了好CIDPA比赛 其实是当成了私服评估 或者干脆就是现场培训 使用的枪支最后固定到了这支 花了最多心思的CD75 SP01 子弹当然是9毫米 当然枪手也没忘了当初最经典的制作 对左轮枪总是念念不忘 实际上日常生活中 床头放着的还是左轮枪 关键原因还是安全方便 加上放心 今天来到吧场 自己找个题目 就是看看用左轮枪自卫 会有怎样的效果 上次为了突出现弹枪的效果 也演示了一次左轮枪 但那是可以使用长枪自卫的环境 可以双手射击 今天要玩一下在狭窄空间中的情况 看看单手射击的效果 眼前摆了几支有代表性的左轮枪 为了比较几件 四支枪都打了一遍 同样的距离也是同样的环境 为了更贴近实用也多点样本 每支枪在射击中间 还要重新装一次子弹 大枪还好一点 但是比较紧凑的小枪 还真不容易快速装填 估计危险状况下更是要手忙脚乱 所以这里枪手也没有一味追求速度 如果精益求精的话 枪手见过的高手在IDPA比赛中 装弹速度毫无次于自动手枪 在射击之前先啰嗦一句 有些朋友提醒过枪手 意思就是你这种水平就不要再出来表演了 其实枪手绝对知道水平不高 根本也不射击炫耀 但平民百姓的业余朋友正好可以用来参造 现在市场上的枪基本上都是千摧百炼之作 如果大神级别的人来打的话 恐怕毫无意义 只剩下个热闹 首先第一支是L框架不锈钢枪身的 Smith & Wison 686 看上去极其强壮威风 拿在手里也是很有分量 但是显然不适合携带 如果力气稍小一些的话 单手射击都不容易 下面三支都是接矿架 第二支是Smith & Wison 640 不锈钢枪身 也是陈天天的 不用太顾忌后座力 所以开枪的时候 更有自信 就是带着不方便 剩下的两支都是铝合金枪身 第三支是黑色经典式样 Smith & Wison 360 三寸的枪筒非常漂亮 当然携带有点不适用 另外这支枪的转轮是黑色的不锈钢 所以还不算轻便到了极点 我们下期见 第四支是Smith Y340 算是最贴近使用的便携左轮枪 连转轮都是钛金属 轻便到了极点 打下来的结果当然一目了然 射击次数不多 也不能说有什么结论 毕竟左轮枪的双动快速射击也不容易 起码的距离算是最贴近实际 在这个距离上应该说平时的训练或者是理论 都应该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 起决定作用的肯定是射击者的心理素质加上本能 当然这也离不开平时的训练和经验的积累 无论如何至少枪手在靶场上都能打动目标 那么回家多看几遍录像 体会一下射击速度 对自己的金粮也算是个评估 明知道实战的光头会有折扣 终归算是个鼓舞 再多说一次 作为守法公民特别是亚裔 守法上面还要加上谨慎 所以我们所要被迫针对的目标 不会是什么勇敢的战士 甚至都不能说是敌人 多数都可以归结到低等的动物 强声一响 就会如常见视频中那样抱头数算 如此这般 所以说我们有理由 有资格保护自己的话 千万不能退缩畏惧 助长鬼畜的歪风邪气 反而是害人害己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